施奈安编著的《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 由于多次被拍成影视作品 书中的人物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其中武大郎和潘敬莲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不过 1996年专家在河北清河县发现武大郎的棺木 打开棺木后公布了一个事实 施奈安后人得知该事实后连忙写信道歉 在施奈安的小说中对武大郎做了这样的描述 身不满无耻 面目丑陋 头脑可笑 上身长下身短 清河县人见起短矮 起混名为三寸钉骨竖皮 书中还给武大郎安排了一份挑着担子卖烧饼的工作 他的老婆潘敬莲是一个不守妇道 水性洋花的女人 勾搭当地的小白脸西门庆 两人合谋下毒杀死了武大郎 然而 1996年考古人员在河北清河县发现了一个古墓 这古墓的墓碑上记载着武大郎本名武之 自有家屏等信息 可以很确定这就是武大郎的墓葬 可当考古人员打开棺木 却看见里面躺着的是一幅身高为一米八的男子海骨 和小说中写的身高不满五尺相差很大 专家进一步从武大郎的墓制名跟清河县制记载的内容得知 武大郎本名武之 祖籍山西静阳后迁至河北清河县 他身高约六尺到七尺之间 经科学推测 身高起码在一米八以上 他自幼聪明好学 读书习武 很有志向 中年实境是 厚当了山东阳谷县的县令 武大郎在任期间心力出币 轻症怜悯 很有正绩 而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莲 出身名门 并非如书中写的 是给人当使女的卑贱之人 是为大家闺秀 他知书达理 跟丈夫两人感情和睦 生育有四字 潘金莲也是位贤妻良母 并非小说中的荡妇形象 当然也没有毒死丈夫的事了 那么为什么 施耐安的《水浒传》中 武大郎的形象 会与事实相差这么多呢 原来武大郎功成名就后 他儿时的一位好友名叫黄堂 因生活潦倒就来找他接济 但当时的武大郎 因忙于政务 对黄堂有些招待不周 于是黄堂便心生怨恨 到处散播诋毁武大郎夫妇的谣言 可当黄堂回到家中后才发现 武大郎早已让人将钱财送到了他家中 此时的他后悔不已 可也于是无补 谣言总是比事实的真相传播得快 而施耐安在写《水浒传》时 收集了很多民间故事 这个民间谣言也恰巧被施耐安收集到了 还将他改编后写进了书中流传百年 也让武之和潘金莲夫妇蒙冤了几百年 后来施耐安后人施圣臣知道历史真相后 连忙写了一封道歉信 信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由于施耐安在编写《水浒传》时 收集了不少民间故事 导致一生青年的武之被抹黑 而这封道歉信也一直被放在武家祠堂里